我是爸总 实习生爱慕我的未婚妻 当我一巴掌甩在实习生脸上时 我觉醒了剧情 原来他是天选的男主 而我只是给女主送钱送钱的恶毒男配 想到这 我赶紧又补了两脚 未婚妻护着实习生 把我推倒在地 够了 江浩 你实在太恶毒了 我躺在地上凝嘴一笑 来人 我现在手拿剧本 你们起我头上 也不掂量自己几斤几两 早上 我将亲手准备的早餐 递给了未婚妻 眼前的女人面容冷峻 头也不抬一下 可我还是十分满足 徐念终于没拒绝我了 身后一堆员工正在小声八卦 总裁对徐总真好啊 未婚妇这么有钱 是我做梦 我都笑醒了 在这些嘈杂的议论声中 忽然出现了一声突兀的吸鼻子声音 我和徐念同时看去 是徐念手下新来的实习生白泽 他站在徐念身旁 头垂得很低 只要徐念在的地方 方圆翼里 总有他的身影 我看出白泽的野心 多次表达不满 可徐念还是十分护着他 我只能对他一再忍让 白泽抬起头看了一眼徐念 这一眼红彤彤的 委屈的泪光还在打转 徐念一下子皱了眉 阿泽 把垃圾处理扔掉 他手一推 我的昂贵餐盒 就掉进了一旁的垃圾桶里 周围的人都深吸了一口气 白泽一阵惊喜 又立刻一副怯怯的样子 躲到了徐念身后 经理 这不好吧 毕竟是总裁亲手做的 扔掉 多余 我眼眶渐渐变红 他却不耐烦地看着我 江浩 别自我感动了 东施笑评 很可笑 他目光温柔地看向桌子上 那带廉价的小笼包 眼神丝毫不在意 垃圾桶里的便当 我想靠过去 他伸手就把我狠狠推开 你有完没完 江浩 要不是我爸逼着我定亲 我和你一毛钱关系 都不享有 你家大业大又如何 我不是肤浅的女人 你别妄想 得到我一毛钱的爱 她的话 让在场所有人 浑身颤抖 我是江市总裁 豪门太子爷 徐念只是个私生女 却仗着我的喜欢 肆无忌惮伤害我 是我活该吗 身后传来小声的议论 经历也太过分了 当众让总裁难堪 白泽是什么身份 轮得到他委屈 狗男女 我推开人群 一个人难堪地往前走着 下一秒 却被狠狠撞开 总裁小心 我听见助理慌张的声音 和一声惨叫 抬头时 却看见白泽狠狠向我撞过来 他手里拿着一杯 白的豆浆泼洒出来 还冒着烟 啊 助理推开我 替我承担了大部分 可我的腿 还是被烫到了 快送我助理去医院 白泽 你走路不长眼睛 他惊慌地瞪大了眼睛 手一松 半袋油腻腻的包子 全洒到了我的陆一威灯上 抱歉 我只是想着你 也没吃早饭 我早上吃剩的包子 和豆浆还有很多 就想着给你送来 他一脸无辜 我跟你很熟吗 要捡你吃剩的东西 滚 徐经理就是总不吃早饭 我只是关心你 你至于这么咄咄逼人吗 他倔强地咬着嘴解释 委屈极了 这一出言论 吸引了许多同事 白泽有病吧 这么空的路 也能撞到总裁 这么滚烫的豆浆 他这是蓄意伤人吧 蠢死了 小脑没发育 就来工作了 他手足无措地低着头 小声啜气着 我冷眼看着这一切 忽然脑海里传来一个声音 打他 狠狠打他 我起身 狠狠扇了他一巴掌 那一刻 所有剧情 如潮水般地涌了过来 原来我只是 生活在小说里的恶毒男配 而我的未婚妻徐念 被徐家正房赶出家门的 落魄私生女 和实习生白泽 他们俩才是这个世界 真正的男女主 不仅是我 以后就连我们一家子 都会沦为他们爱情的垫脚石 徐念厌恶我 却要利用我的身份 白泽和他一样 出身贫寒 两人都自然而然地仇富 一见如故陷入爱河 而无辜的我 即使什么也没做 还是被徐念厌恶和记恨 他记恨一切生活的 光鲜亮丽的人 徐念用未婚妻身份 把我江家的商业机密 卖给对手 他成功从徐家 见不得人的私生女 即身为京城新妇 却和白泽一起 对我的家人下了死手 我的家人 全部凄惨而死 最后只剩我 白泽还特意告诉徐念 让人最痛苦的 就是误以为还有希望 我们得好好折磨折磨他 凭什么要轻易放过 养尊处优一辈子的豪门少爷呢 他一直骗我 说我的父母没有死 只是住院了而已 却又在我生日当天 带我去看了父母的坟 失去一切的我 被他推下了山头 死在荒凉之地 谁能想到 当初白泽面试落选 在大堂窟 我路过的时候 一时心软 给了他这个机会 来做实习生 最后我居然被这对贱人 夺走一切 推入深渊 我还真是会挑呢 天南海北 两个最大的垃圾 都被我捡到了 再次清醒过来 我看到 眼前白泽那张委屈巴巴的脸 总裁 对不起 我只是好意 想起他做的那些事 袖子狠狠地又扇了一巴掌过去 啊 白泽痛苦地尖叫着 我却狂傲地笑出了声 我堂堂京城名门 江家掌门人 又启示 你能覆灭的 他哭着大喊 总裁打人了 总裁打人了 却没人搭理他 我一向好脾气 今天却发了狠 我不可能放过他 我撸起袖子 又狠狠地甩他好几个巴掌 他本来还在躲闪 却突然不动了 眼里都是害怕 果然 我听见背后传来了一声怒吼 江浩 你疯了 徐念挤开人群冲进来 一把拉起白泽 手指指着我的脑袋怒斥 你有完没完 一个实习生你也欺负 滚回家去 我不想看见你 你是什么东西 敢指着我 我语气忽然地大变 让他有些挂不住脸 白泽又颤抖着 躲在他怀里说着好疼 他怒从心来 居然狠狠地一把把我推到了地上 你闹什么 别在这丢人了 若是从前 他用这种霸道的语气训斥我 我也就唯唯诺诺地离开了 可现在 我脑子清醒了 一挥手 来人 保安 瞬间 十个身形壮硕 接近两米的肌肉保安 就围了上来 徐念有些怕了 慌张地后退两步 江浩 你什么意思 不过就是没吃你的早饭 至于吗 又是欺负新人 又是叫保安的 我吃笑一声 咋的 他未成年啊 徐念脸色很难看 他没想到 我居然吓他的脸 转身就要 拉着白泽离开 我懒得和你扯这些 我还要工作 阿泽 走 站住 我似笑非笑地看着他 你有什么工作啊 吃软饭的私生女 徐念咬着牙 浑身都在颤抖 私生女是他的逆龄 谁在他面前提起这三个字 他都少不了 要对我发一通脾气 可我现在 居然当众这么叫他 不就是没吃你早饭生气了吗 下次你和阿泽的 我都吃醒了吧 江浩 你别得寸进尺 我被他推倒撞到了背 现在还有些疼 看着他一脸不耐 我慢条斯理地摆弄一下手表 走了过去 一脚就揣在他肚子上 他闷哼一声 痛苦地蹲在了地上 众人都倒吸一口凉气 白泽心疼的眼泪花嘟 在打转 却不敢挡在徐念面前 保安随即把他又架了起来 不愧是我家的保安 就是有眼力见 我走过去 左手一甩 清脆的巴掌声 伴着深深的印记 留在徐念的左脸 这一巴掌 是因为你软饭硬吃 让你尝尝记性 做狗讨吃的 就要有做狗的觉悟 徐念哪受过这种屈辱 爱泽哭的梨花带雨 经理 我只是怕总裁没吃早饭 得了胃病给他送豆浆 不小心撒出来了而已 我不是故意的 徐念把他往怀里护住 眉头一皱 江浩 欺软怕硬 还真是你的作风啊 人家的好心当成驴肝废你 还要怎样 这点小事 你要闹得不可收场吗 的确是小事 不过就是那五毛钱的豆浆 弄毁了我的西装和包 还烫伤了人 你家大业大 还在乎那两个包 别装了 想吸引我注意 也不用欺负阿泽吧 我是有钱 不是傻子 既然你这么爱出风头 那就替他赔钱吧 我伸出手 徐念毫不在乎 多少钱我赔就是了 何必为难阿泽 你真够恶心的 用这种方式吸引我注意 他扭头 就想带白泽离开 却被我的保安拦住 徐念 你已经被我们总裁开除了 工资为一千 迟到十次 已经全部扣没了 总裁的损失总共六百万 请问怎么支付 徐念僵住了 他哪有六百万 他不过在我的公司待了小半年 我的副卡 工资卡上有几个零 他都不知道 被开的当天才得知 原来他的工资只有一千 给钱阿 徐小姐 没钱救出来英雄救美阿 我嘲讽地看着他 徐念僵着脸说 现在没钱 我会给的 周围人都没忍住笑了出来 徐经理怎么这么穷阿 一个月居然才一千块 还没我临头 多久学着电影英雄救美 是狗熊吗 白泽脸色惨白 六百万对他来说 根本就是个天文数字 他扯了扯徐念的袖子 小声说道 经理 我没事 您别和总裁生气了 徐念有了台阶 换了副表情 行吧 阿泽原谅你了 我也就不跟你计较 下次别这么幼稚 阿泽我们走 他扭头就想回去 站住 两人背影一僵 我随手拿过一瓶矿泉水 咕咚一口含在嘴里 噗 全吐到了徐念脸上 关切地看着他 清醒了吗 还在做梦没 徐念彻底傻眼了 经理只是一个 我给他安排的光鲜亮丽的职位 事实上 他连高中都没毕业 整天坐在经理位子上 只会看手机 若是被我赶出去 他又成了个废人 回到徐家 还不知道要怎样 被徐家正式母女嘲讽 想到这 他双眼通红 紧捏了拳头 够了 你做这些 不就是想逼肘服软 行 我道歉 可以回去了吧 讲好 你别太过分 他刚一转身 就被两个保安 狠狠按到了地上 通知保安 徐念和狗不得入内 我俯视着 趴在地上像狗一样的他 路过的同事一阵嘲笑 他皱着眉 好像已经忍到了极限 江浩 你还要怎么样 我都已经服软了 这是他这么久以来 唯一对我说的一句软话 这么伪善的人背后 却有一颗恶毒的心 泽泽 徐念 垃圾袋 都没你会装 我挤对了他一句 白泽却忽然大喊一声 江总裁 你太过分了 我和徐经理一起走 他满眼通红 一副正义凛然的样子 我笑出了声 白泽 你想走就走 我这里是菜市场 走前把账算清 什么账 阿泽不欠你什么 徐念眼神愤怒地护住他 白泽却肉眼可见地白了脸色 六百万 徐念还不起 白泽你就自己还吧 我越说 白泽脸色越惨白 他几乎站不住了 白泽见情是不对 想胡搅蛮缠一番跑路 你诽谤 不过是一点豆浆和包子 哪里能毁坏这么多 擦一下不就干净了 你这是讹人 徐经理 我们走 我熟练地按下了拨通键盘 免提的声音很大 清晰地传了出来 喂 是110吗 我要报案 白泽脸色惨白 直到警察到了现场 白泽才发现我动真格的 他一脸支支吾吾的辩解 我又打通视频 医院里的助理 腿上缠满了绷带 家里的保姆 以迅雷之素 取来了我的西装 以及路易威登发票 警察了解后 也严肃地告诉他 不赔偿 就会被起诉 金额实在太大了 白泽生怕 被我抓进局子 当着警察的面对 我又是道歉 又是承诺的 警察这才离开 公司的同事们 都看见了他的笑话 这人一散开 他的眼泪 就跟断了线的珠子似的 落了下来 总裁 您知道凭我的工资 这辈子都还不起这些钱 对你来说 只是一个零花钱罢了 您为什么非要 欺负我们穷人呢 我被他的道德绑架震惊了 怎么 有钱人的钱 就是大风刮来的 你穷就能不负任何责任 白泽哑然 徐念却一脸心疼地看着他 习惯性地发起了脾气 讲好 你究竟要做到什么时候 差不多得了 这样吸引我的注意 没忍住反胃了 徐念的脸又是一黑 行了 这钱我来出 别欺负他 徐念一副自信的模样 他还以为我俩的婚约作数 我只不过是发发脾气 只要找机会哄好我 这笔债就一笔勾销了 压根没想过 会管他要 可我伸出了手 给钱 徐念脸色一僵 他根本没这么多钱 可他又想到 我和他有婚约 这笔债最终会不了了之 这样一来 他不仅能英雄救美 还能一分不花 多好的事啊 他黑着脸 差不多得了 我的忍耐有限 可他没想到 我拿出了纸笔 欺条签了 他一愣 皱着眉头 有必要吗江浩 你搞这个有什么意思 不过是想逼我 多看你一眼罢了 我没搭理他 让保安按着他 和白泽都签了字 徐念只是担保帮你还钱 他不还 还是你的债 听我这么说完 白泽脸色难看得差点晕倒 还是好心人多呀 保安立刻踹了他一脚 惊叫的他立刻 生龙活虎了起来 欺条也签了 咱好 带消气了吧 徐念一副不耐烦的样子 就想回办公室 却被我一拦 让他俩滚出去 滚得远远的 都开了 白泽和徐念 就像垃圾似的 被保安丢出了门外 就算是这样 徐念还想开着我的跑车 带白泽出去兜风 他拿着钥匙 打开了我 停在楼下的法拉利车门 白泽一脸兴奋地坐了进去 经理 我还是第一次坐跑车呢 我有些紧张 别怕 我保护你 我站在二楼咖啡厅里 看着他们 你浓我浓的样子 手中的咖啡杯一倒 一大片滚烫的咖啡叶 就洒在了白泽身上 他痛呼出声 啊 好烫 没等徐念抬头 我扭头就走 直到我走远了 还能听见徐念的怒吼 江浩你有病吧 想吸引我注意力 你成功了 呵呵 投车带 实习生都疯 徐念 你真的我是法盲啊 等两人开车到了 最热闹的闹市时 路边的人 都对他们投来羡慕的眼光 白泽和徐念两个人 何时有过这种风光 徐念就算用我的车 也一向是有司机的 他哪有机会 坐在驾驶位大出风头 看那两个情侣 真配啊 还开豪车 有钱人的生活 真让人羡慕 路边的窃窃私语 一字不落 传到了他们耳朵里 白泽激动的脸都红了 我看着车内的监控 嘴角一勾 很快 熟悉的警笛声响起 两位同志 请下来配合调查 车主报警 你们偷了他的车 徐念不敢相信 我会这样干 吞吞吐吐地说着 警察同志 我是车主的女朋友 误会吧 女朋友 用男朋友的跑车 在小白脸 还真是让人大开眼界 路人的声音很大 徐念难堪极了 白泽更是丢尽了脸 刚才他用不懈的眼神 撇着外面走路的路人 那些路人 此刻都找到了机会 刻意围着 他大声笑话他 原来是偷车贼 那还这么嚣张 真是好笑 两人还没出城 就被抓进了看守所 徐念花了全部身家 才让两人放了出来 狼狈的白泽 一身怨气地冲进了医院 那里住着他病重的妈妈 五楼 VIP室 他妈妈正享受着 我江家的资助治病 白泽一来 就趾高气昂地 冲着护士指挥着 把这个月最昂贵的疗程 全部给我妈妈排上 要是耽搁了一点 小心我让江浩 把你们都开了 护士唯唯诺诺地点头 生怕自己丢了工作 白母也得意地 躺在床上 夸着他 不愧是我儿子 江浩也是个没脑子的 早点拿下徐念 妈妈不想 再每天假嘻嘻地 感谢江家人了 他们总是穿的一身 雍容华贵 高高在上的样子 看着就恶心 白泽成下脸 江浩算什么东西 我迟早让他们跪着求我们 妈 你等着吧 我儿子真是有本事 五层的医护们 都很害怕他 毕竟这间房姓江 江家又是今世 谁也惹不起的一家 白泽被开掉了 去不了公司 他自以为我 只是在和徐念赌气 绝不可能 撤掉对他妈妈的资助 便整天在病房里 药物扬威 要吃高级的午餐 要睡最柔软的被子 所有治疗都上最昂贵的 直到我接到了 五楼其他夫人助理的电话 江浩 我们也不是多嘴 只是想问一下 住在你家病房里 那个女人是谁啊 最近这层楼 好几家夫人的首饰都丢了 这栋楼平时也没有生人来 我们没有别的意思 就是 我看了看监控 笑着对电话说 我马上到 各位夫人稍安勿躁 我来处理 我把这件事 白泽到底拿着我们家的名头 都做了什么 没想到这家人这么肮脏 儿子报警吧 咱们江家不背这个锅 当然了 我打了电话 妹妹却急了 她绝不相信 白泽母子能做那种事 据理力争的反驳 白阿姨身体这么差 我们资助她治病 她感激都来不及呢 怎么可能偷东西 那就看看吧 我打电话 直接停掉了 对白泽母亲的所有资助 又看向监控那头 医院护士很快来赶人了 白泽却还在训斥着那些护理 护士就一脸爽快地 拔掉了白泽母的针头 收走了药 白先生 你已经没资格住在这里了 请立刻搬走 把她的东西全部撤走 剩下的疗程全部停止 江家不再资助她妈妈看病 以后五楼不允许她再踏入 看护的眼神明显亮了起来 是 白泽猛了 全然忘记自己还是个病人 跳起来抓住护工的手 就开始大声嚷嚷 你什么意思 我治疗的药 才刚从国外过来 你有什么资格收走 我让江浩过来 把你开了 臭女 打到了护士脸上 贱人 我让你收了吗 你算什么东西 哟 火气这么大呀 我带着爸妈推门走了进来 白泽完全没想到 我还会来这 她脸一下子就白了 一旁的护士捂着脸低着头 白泽却立刻变了嘴脸 江总裁 多谢由你 我妈妈才能得到治疗 你是我的恩人啊 她泪眼婆娑地拉着我的手 想要道德绑架我继续资助 妈妈却先开了口 白女士 我们江家的钱有的是 唯独就是不资助白眼狼 你儿子在公司 公然勾引我的转鞋 我们还要给你治病 到底是你有病 还是我们江家人脑子有病 爸爸更是雷厉风行 指挥着贴身保镖 一口气 把他所有东西 全部抬了出去 白母慌了 白泽忍不住了 又委委屈屈地瞪着我 江浩 你家这么有钱 这点钱算什么 我们穷人的命 就不是命 你要这么耍我们玩 不就是治病吗 你这么看不起我 这些钱 我会找徐经理 借来赔给你好吧 我白泽谁也不欠 他做事拿出电话威胁我 毕竟我一向在乎徐念 就算吵架 也生怕他对我有一点不满 可这次我却点了头 好啊 治疗费用一共花了250万 我们江家也从来没说 这钱是资助 我们只是垫付 白泽 还不上钱 可是要蹲橘子的 你加油 白泽一瞬间摊坐在了地上 死死地瞪着我 眼里都是倔强和不敢相信 你 我主动帮他拨通了电话 递了过去 徐念的声音传来 怎么江浩 想通了来道歉 白泽找你借钱 我把电话放到了白泽耳边 他一瞬间 脸色煞白 徐念深吸一口气 阿泽 发生什么事了 白泽立刻流下了眼泪 断断续续地开口 我和妈妈被江总裁赶出来了 妈妈的并没被治好 江总裁还让我还给他家药费 妈妈听着他的茶言茶语 拧着眉冷笑了两声 就连妹妹江梨 脸色也僵了 在他心里 男神怎么可能说出这种话呢 徐念怜香惜玉 当即说着 把电话给他 我和他说 我接过电话 免提打开 徐念趾高气昂的声音传了出来 江浩 差不多得了 阿泽做错了什么 你一直无理取闹 真的让人烦 赶紧把白阿姨安置好 周一上班再和你说 徐念你去哪上班 与我无关 怎么 你要替他还钱 徐念沉默了 半天才开口 我没钱 你装什么傻 那你装逼干嘛 我挂断了电话 白泽脸立刻变得惨白 他咬着牙 一副忍辱重的样子 豁出去跪在了我妈面前 哭诉着 江阿姨 我妈妈病得很严重 我实在是没能力 算我求您 请让我妈妈治完病再走吧 我知道这些钱对你们家来说 根本不算什么 我妹妹江丽看他 这副样子还是心疼了 开口就替他求情 妈 白泽家的确挺可怜的 我哥把他开了 他们俩基本的生活都成问题 别说治病了 您别这么狠心 啪 我爸居然删了妹妹一巴掌 爸爸从来没打过我们 这还是第一次打自己的孩子 江丽也傻眼了 白泽更是脸色难看 江丽 你说这些话 考虑过你哥的感受吗 你是他妹妹还护着外人 真让我失望 小王 把江丽的信用卡给我全停了 以后他花什么钱走我的卡 爸爸居然停了江丽的信用卡 这下妹妹一分钱也没有了 我也终于放下心 白泽 你还等着我妹妹当你的田狗 帮你付钱 做梦吧 白泽眼看着自己妈妈的东西 随着她的病例都被扔出了走廊 她也跟着崩溃 泪流满面地蹲坐在角落 即便如此 白母还是不依不饶地 堵住我爸妈的去路 你们江家有钱有势 就能这么玩弄我们穷苦人家吗 你们失去的只是一顿饭钱 我儿子失去的 可是一个母亲啊 来来往往的人都往这看 妈妈心里气着 眉头都皱了起来 良好的教养 让她对这种泼皮无赖 没什么法子 我却想起 上辈子白泽踩着我家上尉 成了金融巨额 白母也只高气昂地 用几百块羞辱我爸妈 我怎么会轻易放过她呢 我眯着眼睛 冷声开口 妈 他们的确还不能走 听五楼的护理说 最近在这儿疗养的夫人们丢了很多东西 白母脸色一白 白泽也慌了 妈 走吧 我们会有办法的 站住 那些曾经被他和他妈妈欺负的护工 一下子都围了上来 每个人都恶狠狠地看着他们 嘴里还嘲笑着 原来是小偷啊 这么嚣张 我以为是什么董事长夫人呢 白泽先崩溃了 江浩你凭什么拦我们 我和我妈又不是犯人 我压根不搭理他 指挥着随行的保镖 搜包 白母无论怎么撒泼打滚都没用 巨大的行李包被保镖拽过来强行打开 哗啦啦往下一倒 在场围观的人都倒吸了一口凉气 白母的包里 居然全是一些价值昂贵的玉佩 耳环 项链 其中不乏宝石戒指 钻石项链 刚刚被他辱骂过的护工 发出尖锐的报名 那是隔壁王夫人丢了好久的祖母绿玉佩 这个不是我家小姐找了好久的钻石戒指吗 好啊 原来是你偷的 很快 各家的看护都听见风声出来寻物件了 这层楼本来住的就是非富即贵 各家丢了东西 每家的护工都免不了被盘问一圈 受了委屈背黑锅 大家早就心存不满 可各家都认识 谁也没曾想小偷居然是病人 我冷笑着看着白泽 你完了 你妈偷的这些东西价值上千万 判刑要判几年呢 让我想想 我看着她越来越白的脸 好心告诉她 大概住到你妈妈病死 也出不来吧 她轰的一下 身子软了下去 很快 那些知道真相的病房主人都联合起来 报了警 白泽的妈妈被带走了 只剩下白泽和两个破旧的包坐在角落 而我也跟着爸妈去了另一个地方 训练这个恶心的东西 也该物归原主了 一路上 我看着医院的监控 白泽蹲在角落 路过的人看她那样子都很好奇 一打听 她便哭着诉苦 我妈妈还在话聊 就被他们江家赶出来了 江家这么有钱 这点钱不过是他们的一顿饭 那些首饰妈妈也不是存心拿的 只是觉得好看 这些人这么有钱 却这么冷血 有些人被她的三观所震惊 你妈妈偷东西 还是你们委屈了 真是开了眼了 白泽咬住嘴唇不说话 没想到 她一副受了巨大委屈的苦楚模样 还真的吸引到了个傻子 这是个有钱的千金小姐 她看着白泽的俊俏模样 动了恻隐之心 想帮她 阿姨看病多少钱 我出了 白泽眼光微闪 刚抓住千金小姐的袖子 徐念就找过来了 阿泽 你给我打电话 哭了我没听清 你怎么了 见徐念一来 千金砸吧砸吧嘴 意味深长地看了白泽一眼 还嫌弃地拍了拍自己的衣服 这不是徐家私生女吗 江家大少爷的未婚妻女 也敢勾引 看来这下场是你活该 千金小姐头也没回得走了 白泽好不容易看到的希望又没了 事到如今 她能指望的也就只有徐念了 听白泽讲述完以后 徐念冷着脸说 我打电话给江浩 让她想办法把你妈妈弄出来 这一切本就是她的错 可电话打过去 却是无法接通 她一脸不敢相信地看着手机 江浩居然把我拉黑了 我在监控 这头冷笑一声 拉黑算什么 哥给你的惊喜 还在后面 我发了条短信给她 徐家 速归 有事 监控里 徐念的表情又应转情了 她得意地告诉白泽 你等着 江浩去我家了 肯定是去找我道歉的 等我哄好她 就把你妈妈接出来 白泽有些担忧地扯着她袖子 那我欠总裁的那几百万 放心吧 这对她来说算什么钱 根本不用还 徐家 徐念的妈妈周晓琳和徐夫人 带着女儿分别坐在沙发上 徐老爷子正在分家产 一见到我们上门 徐念的妈妈周晓琳脸 都要笑烂了 这不是江江浩吗 怎么这时候来了 徐念不在家呢 我们没说话 徐老爷子看了我们一眼 说道 徐念马上就是江家媳妇 我们和江家未来联系紧密 徐念的股份 就占我们家百分之六十 徐夫人脸一黑 老爷子 她不过是个私生女 您这样公平吗 徐念倒是得意地看了我一眼 嘲笑着 徐夫人 您再瞧不起 我妈又怎样 谁让江浩喜欢的人不是你女儿 徐夫人脸色一黑 说不出话 妈妈看着她那得意的嘴脸 缓缓开口 打扰了 徐老爷子 我们今天来试要退婚 徐念的脸色一下子就变了 周晓琳失态地大喊一声 退婚 你们是不是疯了 你还没资格和我说话 妈妈正眼都没睁开 徐夫人笑了 她走过来赔礼道歉 江夫人 退婚一定是我们徐家哪里做错了 请您谅解 徐念在这个家是私生女 她妈自然也在徐家过得举步维艰 要不是因为我 他们母女怎能站到她头上 这是怎么了 亲家母 念念没做错什么吧 您不能说怎么样就怎么样 周晓琳脸色不太好 毕竟她在这个家能有一席之地 完全就依仗着自己的女儿 攀上了我们江家这棵大树 若是我们不待见她的念念 她的荣华富贵命也就完了 我开门见山 徐念在公司和实习生有一腿 还欠我五百万 我嫌恶心 怎么血口喷人呢 我女儿不是那样人 周晓琳一下子就火了 她还以为 我是万事顺着徐念的恋爱脑呢 居然不过我爸妈在 就教育起我来 小江啊 你要知道外面的花花事件 难免有很多诱惑 你这么斤斤计较 等你们结婚了 难道徐念她 就不和男人说话了吗 都是正常往来 你不要太敏感 只要她的心在你这儿 别的 你又何必看在眼里 我妈一向文婉的女人 今天已经两次破坊 她一巴掌扇到了周晓琳脸上 尖锐的戒指 直接划伤了她的脸 你算什么东西 直到骑我儿子来了 还没等她反击 就听见一声 江浩 你还没闹够吗 徐念站起身来 而徐家二楼 白泽居然走了下来 看来徐念把她带了回来 我爸妈连带着妹妹 都一下子没了好脸色 妹妹一眼就看见了 开门的一瞬间 徐念和白泽匆忙放开的手 这下算是明白过来了 白泽真是个 朝三暮四的脏黄瓜 哥 我错了 我就该相信你 妹妹诚恳地道歉 这话却被白泽听了满耳朵 她脸上一副委屈的模样 事到如今 估计只能牢牢抓住徐念了 爸爸已经不耐了 她丢下一句 我江家要退婚 徐夫人 这件事还希望你也广而告之 徐夫人求之不得 毕竟徐念存在一天 她女儿继承家产的路上 就始终有一只拦路虎 自然 江先生受委屈了 我们徐家不只有一个女儿 我家徐孝 我打断她殷勤的话 我暂时没有结婚的想法 谢谢徐夫人的好意 徐夫人也没纠缠 爽快地答应了这件事 轻描淡写的一句 管家 把徐念母女的生活费 先停半年 算是对他们的惩罚 徐总回来 我自有交代 徐老爷子眼看着 攀上我没了希望 气得头也不回地走了 尽快让周小玲 带着徐念自找去处 这是要把他们母女俩赶出去了 眼看着自己的荣华富贵 就这样断送了 徐念跌坐在沙发上 她没想到 自己筹备了许久的计划 居然还没开始就夭折了 徐念满眼恨意地看着我 江浩 你真的过分了 大张旗鼓地 让一堆长辈 陪你玩退婚游戏 有意思吗 不就是在逼我爸了 行 我答应你 年底就结婚 别再闹了 我真的累了 一旁的周小玲 也像是抓到了救命稻草似的 生死力竭地大喊着 退什么婚 都是孩子的玩笑罢了 徐念早就是江家的人了 退婚也不怕名誉受损 亲家母 这件事就当没发生过 快带孩子回家吧 免得惹人笑话 徐念居然想逼婚 爸妈的脸色很难看 我好像听见了天大的笑话 看着还在一旁颤抖的白泽 我好心地指了指 这位才是你正牌女婿 周阿姨 别认错了 对了 他们俩还欠我七百万 你们徐家看什么时候还 我拿出了欠条 徐家大小姐徐孝 抢先一步接了过去 看了一眼后 嘲讽地打量了徐念一眼 把借条还给了我 抱歉江先生 这张借条和我们徐家无关 徐念的生活费已经没有了 其他的 您依法追债就行 白泽嘴唇一白 悄悄往后缩着 徐念不敢相信 自己就这样被退婚了 他才开始害怕 徐念恳求着我 甚至跪下恳求我 江浩 我错了 你别不要我 是我忽略了你的感受 白泽我只是和他玩玩而已 我的心还是你的 我一脚踹开了他 又扶起了他的下巴 看到了徐念眼底最深处的恨意 徐念 你应该很恨我们吧 毕竟无论是我 还是徐孝 这辈子都是你这个烂泥里长大的人 遥不可及的梦 他浑身发颤 我却继续戳他心窝子 你应该早就想好 如何联手白泽 搞垮我们江家 自立门户 再把我们都置于死地吧 只可惜 还没开始计划 就被我赶出了公司 徐念眼神惊恐地看着我 这些是他内心最深处的秘密 我是如何知道的 我最喜欢添油加醋 又凑近他耳朵说了句 这一切 都是白泽透露出来的 要怪就怪他太蠢了 不然 你还是我们江家未来的少奶奶 可惜了 那些荣华富贵 都与你无关了 听到这 徐念的眼神里 逐渐染上了浓重的恨意 他简直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 开始疯狂地撕扯白泽的头发 对白泽拳打脚踢 白泽 都是你个狗男人 你毁了我的一生 白泽也没好过到哪去 他身负拒债 徐念却显然无法帮他摆平了 白泽自知已经走投无路 也不甘示弱 一巴掌对着徐念扇了过去 我早知道 你是个废物女人 就不该把希望放到你身上 窝囊废 没钱还装什么逼啊 两人当场就打了起来 两个人扭打在一起 谁也不小心放手 于是两人不自觉地 被对方带偏了路 渐渐靠近了车流汹涌的十字路口 你别拉着我 贱女人 那些钱就给你去还 没有你 我也不可能撞到江浩 你这个狗男人 要不是你 老娘还是江家少奶奶 你毁了我的一切 你去死吧 狗咬狗的一幕 看得让我心情大好 忍不住拍手叫好 此时 红灯亮起 一路上喇叭声不断 徐念慌不择路 跑过公路的时候 尖叫着 撞上了巨大的载货卡车 白泽的手 被徐念的头发缠住 无法逃离 两人一声惨叫 双双死在了车轮底 这两个万千光环的男女主 终于死绝了 他们再也没法掠夺 别人的精彩人生 得知这件事 徐念的母亲崩溃了 可我还没忘记她 阿姨 女债母偿 这六百万就靠你了 周小玲哪里还得上 我笑眯眯的样子 直接把她从徐家扫地出门 她总是半夜一个人 在街上乱吼乱叫 我是徐太太 我是有钱人 每两个月 就被城管关进了精神病院 至于另外一个人的母亲 白泽死了 这辈子轮到我去告诉她 母亲这个不幸的消息 她儿子的死讯 想起小说剧情里 白泽狂妄的模样 我显得冷酷异常 我知道 此时我若不是站在探监室里 便会死在悬崖之下 我不会放过任何一个 心肠歹毒的人 阿姨 您儿子为了躲债 被卡车压死了 死得好惨 都没人收尸啊 泽泽 白泽彻底疯了 可惜她现在还被关在监狱呢 无论她有多崩溃 都只能被管教的干部 一棍子驯服 就连发泄的机会都没有 那些被她偷过财宝的富豪 永远记着她 不会再让她活着出来了 也许在小说里 白泽和许念两个人 能够靠着下作的手段 夺得一切 他们被作者称为气韵之子 能获得圆满大结局 可我觉醒了这一切 我本就该是自己故事里的主角 恶毒不该是我的标签 以牙还牙 是他们应有的报应 我可是有钱有势的豪门太子爷 怎么会说呢